百战水门算是几乎人人都有的忍者 严格意义上来说 百战水门算是一个时装 只是在活动中会同时送出波峰水门整卡和百战水门的时装 想要体验到百战水门的效果 必须要忍者和时装全都有才行 这个时装在上架后也经历过改动机制和削弱等一系列操作 巅峰时期应该是三个充能点 简直是强到离谱 后面削弱就变成两个充能 普攻第四段的距离也减少了 不过即便如此 现在的百战水门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T0强度 这个忍者的机制主要还是依赖子技能的非雷神苦物进行闪现 你需要先插苦物才行 一旦被百战水门拿到节奏 拉开跟苦物的距离 替身后会觉得不好打 你需要去猜他会不会闪回去 所以如果你碰到这个忍者 尽量打乱他的节奏 或者是压着他的节奏档 不然后期会很难打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百战水门的实战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